香港歌手 沒關係!你看不到 不能入口 逗洞,要注意一下 食道... 這個歌被淘汰了 這是我很懷,我又有錢,我又漂亮,我超敢的 而且那是我像蕭牆,半頭很多 你可以下班再高一點,謝謝 然後你不要用一塊兒子,你先半頭,然後再做一次 然後再做一次,然後再做一次 究竟二十位妹妹,誰能勝出呢? 我愛黑社會上課啦! 怎麼沒有人傳起立啊? 因為今天我們是在外面 我們我愛黑社會在之前,有一些爭選賽淘汰賽 其實大家覺得這都在我愛黑社會的攝影峰 今天要把這個夢想延伸 我們今天特別安排一個美人志這個雜誌呢 一個封面的爭選,只有一位可以變成我們的封面喔 今日的任務就是來挑戰美白雜誌別社封面的爭選 我們通告時間是十一點鐘 而在十點半就有兩位妹妹提前到了現場 但是相當的不錯喔 一位守時對一個新人來說是相當重要的 因此立官就是遲到者急遭投胎 徒弟就是要讓他們有守時的觀念 剩下十六分鐘了,黑人老大也到達拍攝了現場 但是目前來說,原本有二十個妹妹卻來了十四位 而到底哪些妹妹會產到投胎呢? 又用誰能夠登上美白雜誌別社的鋪面呢? 已經超過十一點了,你看看 那接下來上來呢,我們都不予採納了 因為守時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尤其是在演藝圈對一個新人來講的話 那是非常重要的 有人來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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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點 11點 我們現在幾點了? 11點 現在已經超過11點了 現在超過11點了 現在超過11點了 誰叫你來的? 爸爸 爸爸呢? 來啊,他走了 走了 走了 那你要不要打電話叫他回來一下 那你要不要打電話叫他回來一下 因為我們已經超過11點 第一個呢,就是不能遲到 怎麼會遲到呢? 因為我們要前提到的 所以 這一次呢,我們就是第一關 他們呢都在11點以前 有人甚至10點20以前就到了 還有一位是不是? 可以 芽芽跟誰? 現在幾點了? 等一下 我們現在已經超過11點了 因為我們遊戲規則呢就是要 守時是第一關 遲遲 霸王花和芽芽 你們雖然是遲到一點點 但終究還是遲到了 淘汰出局 抱歉,第一關 你們沒有過關 不好意思吧 請 三位對遲到這件事有什麼理由呢? 嗯,就 就 在繞路啊 然後就開我 然後我時間就出發 然後可能電車一直找不到人 然後我們就在那邊繞 不過剛才我到中山 但是他把我到中山鼓中 所以就沒辦法了 11點的通告 已超過10分鐘了 還有哪些妹妹遲到了呢? 剛剛一分鐘超過就已經淘汰了 那現在上來 好啦 第一次會遲到有人竟是妹妹 這下次你可要纏造淘汰了 現在幾點啦 11點9 10分 10分 那我們約幾點 11分 11點整 因為剛剛有人11點01分到現場 然後媽媽又再回家了 真的嗎? 第一關就是要很準時 對不起 對不起 很重要的就是準時 好 因為我 首先 現在有點脆過頭 然後再來路上很難找路 帶我爸爸在這邊 那這個都不用顧了 走 走 好 妹妹的爸爸緊急怒 遲到九十部隊嘛 我們要教導這些妹妹 對時間關連的重要性 不要太生氣 而第一關遲到妹妹 只有六位置多 實在太誇張了 就 上去的 好啦妹妹 我們準備去換衣服吧 好 好 開始 對不起 現在心情很脆弱 可是有點難過 因為他有六個同仁啊 不能跟我們一起拍攝這個游泡機 希望今天一切可以順利 現在就要來進行福祉的測試 看看誰的皮膚不好 好啦 進行我們這一關呢 其實很重要的 我們要先介紹我們今天的貴賓 因為呢 這個雜誌啊 封面是相當要求的 我們請到的是 副主編 這一關還有我們畢和群的 甚至首席的 算是 訓練講師 訓練講師 Tiffany 先講一下這一關 這一關對女生啊 其實不只是女生啊 雜誌封面是相當重要的 對 沒錯 這一關是要測試膚質的 對 因為其實我們這次主題就是 美白保養嘛 那 第一關就被淘汰美白 對 太黑了 我知道 大家都知道你講出來 這樣會太刺傷了 沒有 所以其實呢 最重要就是說 膚質一定要好 首先呢就是 如果要拍保養 就是痘痘不能太多 對啊 然後呢 粉刺也不能夠太多 然後呢 毛孔也不能夠太大 那最重要就是說 如果你肌膚很白的話 那會最好這樣子 才會達到那個 美白的效果 喔 因為這次是 美白的大作戰 對 沒錯 對啊 所以我們這次要做 複質檢測 我們來測試一下 他們的複質好不好 這樣 那我們訓練講師 那 Tiffany 今天要怎麼測試 今天我們要測試的部分 有三個部分 測試美美美的眼角部分 臉頰的部分 欸 因為我們可以看出 是不是有熬夜的戲文 熬夜的戲文 太狠 太狠 我超擔心我的肌膚 你自己看 低頭粉絲 然後又黑眼神 然後又痘痘 為什麼不是秀髮呢 你自己看我沒有分岔 你自己看 死定了喔 就這樣被淘汰了 然後回家喔 為什麼不是秀髮 在秀髮上 是黑 然後臉的話就打擦 就覺得 以後要做好肌膚的保養 一生俊學 看一下 你們會不會很害怕 會 你不然叫我的 走進口 胡渣 胡渣啦 嚇到對不對 男生都有啊 一小到這樣的感覺啊 應該也不是皮膚的關係 沒有算方便任務 我沒有別的 開玩笑嘛 我是有另類的考量啦 好不好 我都會副主便他們想 好啊 好 你先臉部狀況 你先放鬆 然後等一下會擠出一些不必要的細紋 你先來看眼尾這邊 褲子非常的好 褲子非常的好 非常好 眼尾的附近當然非常的好 他沒有任何的細紋 膽頰分分 他膽頰分分只有輕微的 這裡有一個小小的紅色 這是什麼 他要發炎的粉刺 噢 粉刺是不發炎的 可是他接近快要發炎的 所以他再繼續 再可能兩三天之後 可能就會變成痘痘 那是不是要忘記 卸妝去睡覺暈了嗎 那是熬夜的關係 不然假的 但是熬夜痘會比較多 就我好後悔熬夜了 其實覺得自己應該頂子不錯 可是太懶惰了 而且從來不保養 我一定要聽取我姊姊的建議 他每天都詛咒我 所以我就不保養 就完蛋了 我真的完蛋了 沒關係 妳看不到 有一顆 痘痘 立刻下去 痘痘 要注意一下 好 我來看待小群是兇多吉少了 被跳出這麼多的痘痘 要好好的保養才行